民众所拍下的影片中 看到酒吧在清晨六点结束营业的时候 两名女性员工在酒吧的店门外 打算以武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其中这名身材壮硕的女子 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名女子要脱鞋子 她还暂时停下来等她脱完鞋子 两个人才开始扭打 两人扭打成一团的时候 期间有其他的员工出来 要劝解要拉开两个人 不过两人还是不为所动 最后这名身材壮硕的女子 被对手压制在地上 才结束了这场纠纷 而警方接到报案之后表示 这两名女子因为都互不提伤害告诉 所以只能一是违法 你们互相斗殴来开罚 东森新闻在高雄综合报道